这一期我们勾织一款花朵包包 可以装耳机、钥匙、口红等小物 现在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环形起针 由花心的位置开始编织 后面锁一针 作为起立针 然后绕线圈 编织一个中长针四针的枣形针 首先勾针绕线 穿过线圈 将线勾出 在同一个位置 再重复勾三次线 最后勾针绕线 将线一次性拉出 然后编织一个锁针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一共勾织七个枣形针 七个枣形针完成之后 接着收紧线圈 最后在第一个枣形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然后在两个枣形针之间的空隙处 再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首先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枣形针 然后编织一个锁针 接着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枣形针 然后编织一个锁针 这样在锁针的空隙处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枣形针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在每一个锁针的空隙处 各编织两个枣形针 这一圈一共增加七针 编织十四个枣形针 第二圈结束 最后在第一个枣形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两个枣形针之间的空隙处 再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三圈首先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 同样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然后在两个枣形针之间的位置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枣形针 后面继续 按照一个枣形针 一个枣形针加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 这一圈一共增加六针 编织二十个枣形针 第三圈结束 最后在第一个枣形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将线剪断 这样完成花心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花瓣的部分 首先在第一个针目上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后面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接着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后面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接着跳过一个针目 接着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同样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后面继织跳过一个针目 后面继续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枣形针 第一排结束 第二排首先锁两针 翻转之物 在两个枣形针之间的位置 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锁针的空隙处 各编织一个枣形针 一共重复四次 第四针完成之后 接着在最后一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第三排首先锁一针 翻转之物 在枣形针和长针之间的空隙处 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接着后面按顺序 在每一个锁针空隙处 各编织一个枣形针 一共循环五次 第三排结束 第四排和第五排 继续按照前面这两排的花样 进行编织 第五排 第六排首先锁一针 翻转之物 在每一个锁针空隙处 各编织一个枣形针 一共循环五次 第五针完成之后 接着在最后一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七排首先锁一针 翻转之物 在第一个枣形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然后编织一个锁针 按顺序在每一个锁针空隙处 各编织一个枣形针 一共循环四次 第四针结束 接着在最后一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锁一针将线剪断 第一组花瓣完成之后 接着在花心上 跳过一个针目 在第九个针目上 重新起线 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 将花心的最后一圈 分成五份 一共勾织五组花瓣 五个花瓣完成之后 这样得到一个花朵纸片 这里我们一共需要 勾织两个相同的纸片 接下来我们开始 编织包身侧面的部分 首先锁编起针 然后编织八个锁针 接着返回倒数第四针 在锁针的背面 调里扇的一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枣形针 然后编织一个锁针 后面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后面继续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第一排结束 第二排首先锁两针 翻转之物 在两个锁针的空隙处 各编织一个枣形针 锁一针 接着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长针 第三排首先锁一针 翻转之物 在每个锁针的空隙处 各编织一个枣形针 一共循环三次 第三排结束 后面的部分 继续重复前面这两排的花样 一直勾到第90排即可 包身的侧面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拼接主体的部分 首先在两个花瓣之间的针目上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然后编织一个锁针 在花瓣侧边的空隙处进行编织 将花瓣的侧边 与支带的第一排的侧边重叠 在这里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按顺序 在每一排侧边的位置 各编织两个短针 我们在花瓣的右侧边连接七排花样 一共编织14个短针 接着在花瓣顶部的位置 连接四排花样 一共编织8个短针 第八针结束 在花瓣的另外一侧连接七排花样 一共编织14个短针 第一组花瓣 拼接完毕 接着在下方的针目上 再编织一个短针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每一组花瓣连接18排花样 环形编织一圈即可 花朵的正面拼接好之后 我们利用同样的方法 拼接反面 在其中一个花瓣的左侧面开始编织 一直循环编到倒数第二组花瓣的右侧面 中间空出来的部分不需要拼接 后面不需要断线 在两个花瓣上编织一排短针 接着在包身的侧面 继续编织一排短针 这里空出的部分就是拉链的位置 包身拼接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安装拉链的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链缝合完毕 最后在包身上搭配一条包链 大家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包带 单肩或斜胯都可以 我们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